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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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知道李静为了炸弹事件非常苦恼了 但怎么会怀疑到大神的身上啊 李静立刻叫他收身 李静说不怀疑他还可以怀疑谁 难道这两个小孩是来游玩的吗 李静将他们别在他的地方做这些勾当 大神推开小孩说 这所有地方都是我们神族的 李静再问大神一次 有没有吃我儿子 大神回应说 我倒不记得自己吃过什么了 说着呢 流也不出奇 这一句话 老火线揽起了 后山突然被炸开了 只见大神突然被炸飞了 大神立刻稳住腰子站立 他没想到李静对他出手 李静已经违背当年所立之言 李静解释 当年和他神主立业是为了哪吒 现在哪吒逃不过你们的毒手 神族欺人太胜了 李静现在已经准备和神族大战一场了 是神族逼李静展现多年未曾用过的拳器 大神也想看看当年的李静有多本领 记起了不明白 为什么他们会打起来的 当中一定有什么误会啊 为什么李静会咬定大神吃了哪吒 这时阿狗说是他告诉李静的 阿狗见李静为儿子失踪的事情犯了 所以给他答案 现在好了 不必担心了 记起了骂阿狗 存财 有没有脑袋的 你知道有什么后果吗 阿狗自信的说 后果是知道的 阿狗拿了分头盖上的王子的头上 阿狗赶紧带来两个孩童离开这里 经过这一次被盖分头 技巧终于知道了 原来如此 吃人怪 绑架哪吒 是阿狗又能搞出来的 这一次一定要拿下阿狗的拱命 阿狗竟然胆大爆天做出这些事情 如果你想知道阿狗如何逃出这里 就按赞分享出去 如果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可以订阅我 你们的存在就是我的动力 感谢你们的收看 感谢你们的观看